為了要在7月13日之前到達 攝製隊於是日夜兼程 一日開車,行300公里路 攝製隊要趕去蔡里木湖 是因為那天是一年一度的虛期 在那天,天山北路上 所有民族都去到蔡里木湖做買賣 這個就是一次見過他們的好機會 蔡里木湖大約位於海拔6500尺高 即是2000米,周邊大約有60里 即是100公里 港湖大約位于港湖 人跡刊誌,今日就人頭湧湧,他們都是來做買賣的 據說,近兩三年,族人的收入比以前多 所以從北京和上海運來的貨,銷情都很理想 這裡賣的有衣物,紙張,鏡頭,番茄和其他日用品 攝製隊還看到一個精緻的俄羅斯青銅茶槌 只是賣二百元人民幣,大約十隻羊的價錢 他知道最受歡迎的貨品就是這些用來做女裝群的黑色衣料 報返不停叫五元一馬,而一個人最多可以買五馬 他的生意很好,忙個不停 這裏有古代眷馬市場的影子 當主都很努力推銷貨品 這些菜肉餃是用很薄的麥粉皮包成的 之後就用蒸籠蒸熟 餃子在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流行 通常是用豬肉做餡 但是這些就是用羊肉做餡 味道讓日本的餃子清淡 那是餃子的餃子 那個餃子的餃子 那是餃子的餃子 而是餃子的餃子 還有餃子的餃子 放入餃子的餃子 讓人到餃子裡揍 餃子的餃子 爬餃子的餃子 在餃子里奸餃子 去餃子 肉餃子的餃子 漆水 用餃子的餃子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他們樣貌都不同 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石克族、塔吉克族等等 去時就像一個聯合國似的 伊犁區一向有民族博物館之稱 伊犁區人口不多 但是他們來自13至14個民族 在中國除了漢族之外 每一個族都是少數民族 這裡的人有一些藍眼高鼻 有一些就像日本人 各個民族都有他們本身的歷史、語言、服裝和風族習慣 雖然他們的族名各有不同 好像烏茲別克族、吉爾吉斯族、達華爾族 而且各有各的習俗 但是過的都是游牧生活 南天、碧綠的湖、廣闊的草原就是他們的家 他們的生活跟中國史書第一次記載他們的祖先一模一樣 二千年來都無變 游牧民族跟農丹民族不同 農民的生活不斷改變、不斷發展 但是游牧民族每天都要跟大自然配合、和平共處 否則他們不可以生存下去 這種生活方式永遠都不會變 可能就是由牧民族這些遙遠的記憶 為絲綢之路添上浪漫 亦令人為之神往 distrib佛與士部第七步 痍jd 同學 遙遠這 福省 訊募 大 福